今天我想要特別跟大家介紹 就是木質家具的注意事項 大家好 我是Doop的軟裝師喜肉 然後因為現在拍片的時間 接近就是過年前 所以就是我們公司 每個人都非常忙碌 所以就是我有一種 好像很久沒有跟大家拍影片 介紹為之式的感覺 相信很多人一定會很喜歡就是 木質家具的手感以及溫度 那木質這個元素 也是台灣人很喜歡的一個風格 就是北歐風的一個重要的搭配元素 但是就是在台灣 因為天氣很潮濕 所以其實木質家具很容易受潮 或是發霉 所以建議想要跟大家特別聊聊 日常的保養以及清潔 跟大家講一下木質家具的幾個特性 就是木頭啊 它很容易受就是環境影響 所以就像剛剛前提講 它很怕濕也很怕熱 然後再來因為它是天然的材質 所以就是它很怕會有刮傷 或是因為環境影響造成的變形 那接下來就是日常保養 以及注意事項 那首先呢 平常的維護可以用除塵為主 譬如說你美食的時候就拿 雞毛毯子啊 或是除塵紙去做些微的擦拭 把灰塵去除掉 那第二點就是 其實木質家具非常怕水 以及就是有強酸啊 強解類的就是清潔劑 所以平常擦桌子 或是擦家具的時候 也要避免這些東西出現 第三點就是也要定期用家具 專用的蠟或保養油去做擦拭 這樣可以讓家具形成一層保護膜 那有一點非常重要的是 就是在你的家具剛到你家 然後你還沒有上蠟或油之前 千萬不可以用乾抹布去直接做擦拭 因為這樣也會對木質家具的表面 臟成傷痕或掛痕 那最後一點就是 家具放置的地方 最好是保持通風以及乾燥 然後切記也不要放在 就是靠近窗戶的地方 避免太陽直接日曬 或是放在庭院戶外 讓它就是風吹日曬雨淋 這樣才能很好的延續 木質家具的壽命 好那最後一項是清潔的問題 假設今天你的木質家具 有發霉或是油垢的問題的話 你可以用稀釋過的清潔劑 然後慢慢擦拭 那切記也是不可以用太濕的抹布 然後也不要讓清潔劑 停留在桌面太久 這樣會造成就是對家具的腐蝕性 那接下來第二點就是 假設今天如果你油性筆 去畫到木質的桌子 那這時候可以用那個 稍微用一點點酒精 以及或是酒精棉片去做擦拭 那這樣子也可以達到很好的清除效果 那切記也不可以用就是熱水 或是去光水 這樣也會對木質的餐桌造成傷害 那再來第三點就是 就是平常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很容易就是什麼湯汁 或是什麼水打飯 那大家也要小心這點 因為這樣子木質餐桌 它很容易留下水痕 然後那個水痕是非常難清理掉的 再來就是假設你的木質家具 今天有刮痕或是傷痕 除了找外面專業的家具修復 或是木工師傅去幫你處理的話 如果就是你想要自己簡單處理的話 可以用那種家具專用的保養油 或是外面現在有在賣那種 木質家具的修復膏 輕輕的塗在表面 這樣也可以達到很好的修復效果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微知識分享 其實木質家具沒有就是 大家想像中那麼難保養 只要日常勤勞一點 然後定期保養跟維護 就是你也可以讓你的木質家具 有很長的壽命這樣子 最後呢要和大家介紹 我今天這裡就是拍攝影片的地點 是位於內府的阿相皇家波斯地毯 那這裡呢專門販售就是高級的波斯地毯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來這邊看看喔 那今天就到這裡 掰掰 拍攝影片的地點是在內湖的